凤林镇代表会今天上午进行了正正考察行程 特别安排来到了凤凰段对于大型养鸡场的设立表达反对的立场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也表示 凤凰段的环境相当的优美 不希望有污染的相关产业来进驻 破坏了原有的有机产业 以及造成民众居住上的环境污染破坏 凤林镇代表会上午进行了正正考察行程 由凤林镇名代表会安排来到凤凰段 进行大型养鸡场预定地的考察行程 并且表示反对畜牧养殖床的进驻 影响了当地目前有机产业的发展 再一次的表达我们凤林镇公所 以及我们凤林镇名代表会 对于普丰公司在凤林设置的养鸡场 跟所有的百姓跟强大的民意在一起的 我们坚决反对普丰养鸡场 在凤林三个预定地的任何的设置 这是我们一贯 从一开始的立场 而且我们这个意志也一定会贯彻到最后 普丰从2018年陆续以瑞福食品代表人 陈昭仁明义在凤林镇购买了三笔土地盖养鸡场 其中凤凰段668地号土地就在水源地的附近 当地居民相当担心影响水源与居住环境周边的生活品质 之前在凤一里里长的带领之下进行抗议 这一天凤林镇代表会与政公所再一次以实际的行动表达 反对养鸡场的设立 记者凌桀 凤林镇采访报道